大家好,我是Stan 2022年,在韩国创造了女精死热潮 横扫整个姻缘榜的Odo 将召开寻找男版女精死成员们的征选赛 3月28号,Odo通过官网宣布 从3月28号起到4月13号下午1点 接受第一轮的先生报名 想要参加的人将自己的照片、介绍影片、表演影片 上传到Odo征选赛官网就可以了 而招募对象是2004年到2012年出生的男性 可以以个人或者是团队参加 但就算是以团队参加 也要各自申请才可以 然后在这次的征选赛最特别的地方是 Odo特别说明了表演影片不限于歌唱、舞蹈 任何才艺都可以展现 简单的说就是 就算你唱歌不好、跳舞不好 只要你的形象符合Odo新男团的要求 歌唱、舞蹈就由公司来培训 不过因为官网只有韩文、英文、日文申请表 所以大家选一个比较方便的语言申请就可以了 然后在第一轮申请日期结束后 Odo会各别人联络通知合格的人后 进行第二轮的现场试镜 现场试镜将在韩国12个城市 以及海外7个国家 日本、泰国、越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的14个城市进行 那不是住在以上这些国家地区的人就不能参加吗 对此Odo表示 可以 申请的时候 只要选择跟自己居住的地方比较近的国家地区就好 我去看了一下申请表 他这里有要选择如果第一轮通过的话 第二轮会在哪里进行试镜的选项 所以住在亚洲的弟弟妹妹 侄子外甥们 就从韩国、日本、泰国、越南选择自己方便的国家就可以了 我会把网址留在咨询栏上的 所以祝大家后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EXO粉丝们热议的影片 最近出演一个综艺节目的EXO开 在节目中对粉丝超级宠爱的表现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这节目的主轴是 普通人遇到了自己喜欢的艺人后 像朋友一样一起吃饭、聊天、逛街等的内容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是EXO开的老板在卖场更衣室换衣服出来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本命开 就在面前笑着对自己说 很漂亮的情况 这是开粉丝的朋友帮这位偷偷申请的 这位万万都没想到自己的本命会在更衣室前面出现 而不只是这些 开在节目中陪着粉丝一起挑情侣妆 让粉丝坐在夫嫁时 亲自口绕还送化妆品签名专辑 最后又亲自护送回家 打开门帘后看到本命的话马上就要昏倒了 更何况还对我笑着说漂亮的话 要叫救护车了是吧 啊粉丝的反应好可爱 开语气好温柔 长得也好帅 天呐不是开粉丝的我都要流泪了 开